各位参加第五届Pixnet Hackathon的朋友们,大家好。 首先要感谢主办单位给我这个机会用远距预录的方式来参加今天的活动。 其次,我也想要恭喜Pixnet。 一个黑客松能够办到五届,持续吸引各方同好的参与跟贡献,这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而且正是因为民间社群有了这样子的活力, 我们在最近才看到,不管是公部门或者是国营企业都越来越多的投入用协作的黑客松的方式来集思广益共同求解。 今年第二季,好比像说,我们总统府也出现了第一届的总统杯社会创新黑客松。 其中有一支优选队伍,就是抢救水宝宝,也将在第三季的时候到纽西兰那边参与当地的活动, 一起把台湾这边的技术跟创意带往全世界。 今天,Pixnet Hackathon除了以匹克帮最多的美食、旅游这些资料作为题目, 把语音、人工智慧、物联网等等的这些技术发展趋势跟大家结合之外, Pixnet也扩大了跟产观学各界的合作, 包含台湾人工智慧实验室AI Labs, 包含台北市的智慧城市专案办公室,台北市政府的资讯局跟交通局, 还有新北市政府的交通局、亚续电脑、股份有限公司等等。 这些朋友们都提供了许多的数据资料, 相信一定可以透过多样化的技术跟分享的交流, 来激荡出更多创意的发想,成果也能够更贴近我们的日常生活。 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心得, 那就是我们参加一次像这样子的黑客松, 最重要的目的是让原本可能彼此不太熟悉, 甚至不认识的朋友们, 能够透过解决共同的社会问题当作一个契机, 然后呢,结合彼此的力量, 发挥共好共融的这个精神。 尤其在现在这个machine learning的一个时代, 我们透过黑客松来促成collaborative learning这样的精神, 我想是更值得我们来一起珍惜的。 最后,我想祝Pixner Hackathon一切都圆满顺利, 也希望大家成果丰硕。 谢谢大家。